摩羯座星座,2022年11月,至我所有的摩羯座朋友,12月22日至1月20日之间出生的人。 这条从2022年11月到2022年12月的信息与您有关。 但在开始之前,请先在视频下方竖起大拇指,然后订阅。 谢谢,我们开始吧。 对于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,您正试图摆脱有害的情况或关系,甚至是有害的。 这显然是一件难以驾驭的事情,这在精力和时间方面花费了你很多,这是一种让你筋疲力尽的情况,你受了很多苦,你即将挣脱束缚。 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,它可能是一个三角形。 也可能是关于回归,让你与过去伤害过的人重新建立联系。 这是您要解决的情况,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,这可能是一种瘾,或者是一种你正试图让自己摆脱的瘾。 这是长期以来让你感到内疚的事情,您可能因此而遭受周围人的注视和八卦,它也可以清楚地知道你已经或被给予你的启示。 你现在想要摆脱这种瘾,它也可能是性的、情感的或情感的。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,显然您将在朋友圈中发现一些东西。 或者,你已经发现了,这是你不会喜欢,甚至不喜欢的东西。 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,它也可能真的伤害了你的人。 一个你让他失望的人,被你抛弃的人,因为你必须兼顾他和另一个人。 这是您将不得不处理的情况,但他是一个似乎什么都不想要的人,现在就想听听你的消息。 对于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,您也陷入了双重生活。 这可能是您沉迷的浪漫恋情,这是一件既伤感又由职业伙伴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事情。 这是一件秘密的事情,这是一段你试图结束的外遇,但你又继续回到他身边,因为你无法摆脱他。 也可能是和你朋友圈里的某个人有染。 尽管您处于恋爱关系中,但已正式结婚并育有孩子。 你在朋友圈里也和这个人有过一段感情和秘密的恋情。 这是你无法摆脱的事情,也许是因为浪漫的瘾,也许是因为性瘾,也许也是因为经济依赖。 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,这可能只是与其他人的商业伙伴关系。 这种伙伴关系目前遇到一些小问题,你们必须共同解决。 你试图以某种方式克服他们,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,一开始也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友谊,他已经占据了感情的比例。 最后他成了外遇所以你想挣脱,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都与各自的伴侣结婚了。 或者你们两个中的一个必须结婚,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,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两对夫妇似乎彼此认识。 有通奸的两人,他可能有比对方年轻的,也可能你比通奸的人年长。 你很了解这个人的另一个伙伴,甚至可能是此人的合作伙伴认识您本人或知道您所谓的合作。 但这是一个以专业合作为借口的隐藏故事。 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故事,因为不会有官方承诺,甚至不会有长期承诺。 这个故事对双方来说都是独特的性和激烈的。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,在专业领域,如果你需要加薪,或者一份新合同更好,你必须更有说服力,才能获得它,你就会成功。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,如果是在专业领域,尤其是商业领域,你可能不得不处理税收调整。 很明显,有些事情你想结束,但你总是退缩,最终你会回到它。 上面详述的信息将适用于摩羯座的人在这个月从2022年11月到12月,否则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开始体验了。 感谢您一直坚持到本视频结束,现在,如果您还没有,请不要忘记在视频底部竖起大拇指表示喜欢,然后分享并订阅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其他星座的信息。 非常感谢,下次再见。